聖誕快樂 耶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我們這兩隻迷路怎麼少了 迷路神殿應該要有 有 有什麼呢 聖誕老公公 歡迎我們的聖誕老公公 耶 聖誕老公公 需要人家攙扶啊 好 聖誕老公公 好 聖誕老公公 你們兩個怎麼迷路啦 因為我們是迷路啊 對啊 我們是今晚的小迷路耶 看不出來嗎 啊 你們迷路 你也迷路了嗎 聖誕老公公 聖誕老公我現在已經老了 也不知道跑到哪裡了 我現在是哪裡啊 我們在 我們在哪裡呢 這裡是哪裡啊 好特別喔 今天是超級感覺跟以往的那個 戲粉俱樂部的直播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耶 為什麼 我們現在 你趕快為大家喜拿啊 我們現在 正在 正在哪裡呢 正在 民視的戲子攝影棚 這是大家每天晚上收看的八點檔的攝影棚 耶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過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聖誕節 嗯哼 今天聖誕節呢 當然我們架裝演員 還是持續在為大家努力打拼對不對 對 馬不停蹄的趕拍攝當中 對 欸 我剛剛有聽到一個聲音喔 什麼聲音 有人問說 我們這隻迷路手上拿的是什麼 喔 欸 欸 看不出來嗎 這是禮物啊 是大禮耶 很多很多的禮物 對啊 別想太多 別想太多 這個不是送你們的 蛤 我們觀眾朋友沒有禮物喔 這個是送給現場的朋友的 那這樣子 對啊 很可憐耶 很不公平耶 對啊 老公公叫人人有獎啊 對啊 聖誕老公公一定絕對一視同仁 沒有 公平公正公開 但是 要請前面的朋友們 在這一個小時裡頭 千萬不能夠離開 要一直看我們 帶他們看我們的戲子攝影棚 答案就在裡面 就有獎品啊 我們會出題對不對 不要默默轉進的盯著我們 很仔細看 很仔細聽 因為答案就在影片中 那我們的禮物是什麼啊 欸 登登 怎麼就在我們手上啊 對啊 怎麼會 這是什麼呢 十丹雅蘭的防曬粉底乳 哇 現在自己藏一個 沒有啦 我已經藏了十個了 你太遜了 不行 總共也只有十組 對 只有十組喔 所以要怎麼得到呢 就要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啦 對 而且要記得在FB上面留言 對 但是待會節目的最後 我們會問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然後大家要記得到 鳳凰的粉絲專頁按讚 然後留言搶答 想十足 非常非常簡單的答案 非常非常簡單的題目 總共有極限的題目 是說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攝影棚 到底攝影棚是在錄什麼啊 錄 戒爭啦 原來是在錄八字港架裝啊 我們的安檔系 我們的大戲對不對 戒爭 那我們就要趕快去看看啦 先看看我們攝影棚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喔 好 快走快走 幹嘛 Go 這是我們的攝影棚 來到這邊的時候呢 一定要很莊嚴 嗯 不能吸鬧 嗯 而且這次我們來到我們攝影棚呢 就是頭一個要拜的碼頭 平常演員呢 一進攝影棚就會先往這個地方走 嗯 老公公 你快跟大家說說 你們剛剛在幹嘛呢 對 你怎麼說話 我要多種語言 我要多種語言 對 我們通常呢 第一次來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會先跟我們的田都語言帥拜一下 因為田都語言帥呢 他是我們的所謂的戲劇的始祖 戲神 戲神 所以呢 我們很多在那個戲劇領域之上呢 在我們希望求突破的時候 都會祈求他來保佑我們 然後一切工作都能夠很順利 就是祈求我們今天的拍攝能夠順利 那我們戲劇呢也可以 非常的能夠有突破 對不對 有突破 還有咧最重要咧 收視率低 搶紅啊 那第一 有什麼獎品 哎呦 我們這時候馬上就有一個那個 金光閃閃的東西 好閃落 突然 突然閃落 有光芒 有光芒 我的右邊 好刺眼啊 大家請看 哇 這是什麼 好想把他搬回家 金光閃閃的 老公公 大家的問題又來了 他們一定會很好奇說 這是什麼咧 這個啊 大家一刻就知道是金牌 對啊金牌 我有看到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 《飛龍在天》的一個 金牌 在哪裡啊 在那個 最大塊那個有一個橘紅色的紙條啊 所以現在觀眾朋友現在仔細看了 這些是由我們民視啊 從一開始以來 像什麼《易南旺》啦 對 什麼 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風水失焦》 《風水失焦》 對啊 《飛龍在天》啊 《浮魚子》啊 《日震當中》啊 對 每一檔大戲都有金牌 在上面都是我們的戰績 對不對 這都是因為收視率高 然後甚至他是全國冠軍 所以我們製作人非常的感興 所以就製作了這個金牌呢 來回饋 感謝我們的戲神 對 哦 そうですね 這樣你們知道了嗎 那 有可能會考這一題喔 有注意聽嗎 你們有注意好嗎 那老公公我們下一個地方要去哪 下一站 下一站 我想現在追蹤要還是趕快進去看看 攝影棚到底在幹什麼 好不好 攝影棚大家有看過嗎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去吧 他們一定很好奇 嗯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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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變迷路了 迷路了 我變迷路了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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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攝影棚不能有大音的干擾 所以有兩項非常厚重的門 合音 好 為什麼看到這個門你要這樣 對啊 就是 還要做一個 我哪有配上腳啊 你不要 有他剛有腳我看到了 我沒有 噓 噓 現在正在排戲 所以呢 不能太大聲影響到他們 其實呢我們走進來啊 你們看到的所有隊伍 不管是牆還是棍子 都不然輕易地觸碰很抵靠 因為他的地址呢是搭擾 小心小心正在排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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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看今天晚上 誰這麼倒楣沒有辦法過聖誕節 在這邊拍戲 走 我們一起過聖誕 這個沖水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我其實呢 常常看到啊 常常看到觀眾朋友在問說 惠如店長的咖啡廳到底在哪裡啊 答案就在 攝影棚 哇 來一杯 來一杯 曼特尼 好 馬上來 真的可以到 你們兩個現在回到自己的場景 覺得很熟悉就吸引 對啊有職業病 對啊 歡迎光臨 你們真的病得不輕啊 其實很熟悉 因為我本人也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就是看到這邊就情不自禁的很想要煮一杯 對啊 自己也泡一杯來喝 自己煮一杯 我有注意到觀眾朋友常常在問說 你們在戲裡面泡咖啡是真的泡嗎 是真的喝嗎 是真的都是真的 杯杯都是現煮 杯杯現泡 我覺得只是因為 請問一下 你們兩個人在裡面感情是真的嗎 這還用說 當然是 真的 完全借位的不要被他們騙了 是假的 他們的關係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你是我前世的老公耶 對啊 你是我今世的男友 前世今生 在這個聖誕節裡我還挺幸福的 聽了我都害羞了起來 大家臉著火 基本上在我們民視裡頭關係都很複雜 因為上一檔戲可能某某某跟某某某是一對 可能下一檔戲某某某跟某某某又是另外一對 可能在下一檔戲可能又是某某某跟某某某 兩個人搭在一對所以關係很複雜 不會再下下一檔你們兩個是一對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不會啊 我覺得會放話 我覺得很複雜 其實 這個攝影棚基本上 它不是很大 對 可是呢 它武藏俱全 對 什麼都有 雖然是不是很大 可是你看它一個空間可以搭建這麼多個牆 對 有咖啡廳 還有 房間 房間當然要有床 床 對 所以有床就有床戲 我們趕快去看床戲的排列 床戲的 好嗎 現在才在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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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坐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卧室的戏 对不对 卧室就有床啊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床是怎么拍的 待会老公公会跟我们讲 老公公会跟我们讲 看 这间是谁的闺房啊 原来是这个立伟的房间 就是我们的上天赋跟加分的闺房 对 这个结婚照一看起来就是冒和声音 对 大家都看到了 有床耶 这就是他们的床 大家都看过床戏了嘛 可是通常看床戏都是已经安排好 已经录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简单的演出一段给大家看 就是迷路跟迷路之间的一起 为什么这不是迷路于是 好啦 其实床戏呢 在一般大家八点档中看到它不会那么的 不会那么的 闲尸 对 它会用一些方式或者一些近的 氛围去营照 对 但是氛围营照呢 还是需要排练的 对 如果你直接来的话可能会 就有点卡对不对 所以要一直讲 好你们现在上床 等一下 那 我可以一直想要转一话听 因为很快的示范 好啦没有啦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长期工作下来 那你有没有在拍床戏的时候 因为就是床很舒服又整颗有棉被 有没有拍到真的睡着过 我们常常都拍到 结果在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 有一次我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拍龙飞凤舞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像刚生产 身体很虚弱 然后我就躺在床上 然后那个你啊 还有叶欢姐跟翁哥 他们在那边讨论 然后还有 然后他们就要听到 我的那个喘息声 然后就讲说 欸 秀芬你起来了 然后我就真的睡着 所以我就忘了做那个 然后是燦哥非常聪明 他救了我一命 他就直接讲说 秀芬你起来了 我是真的睡着了 谢谢你救了我 没有通常往往 这是一种心理反应 因为你心里面知道 你有一些事情 还没有完成 所以当你听到 有一些动静的时候 那一条神经 就把你挑动起来 就勾起来 就醒过来了 你有过吗 有过经验吗 有欸 就是因为床太舒服了 然后真的是睡着了 不过有人叫你的时候 对我还是演示眼 因为太入戏了 入戏在睡觉 这件事情上面 我的经验是睡一睡 然后突然眼睛睁开 旁边怎么有一个人 睡在我旁边 因为是工作人员 对 因为就是 你知道大家工作真的很辛苦 对 休息时间啊 这个场景没有在拍摄的时候 它虽然只有两个枕头 一张棉被 但是它上面可以睡到 大概八九个人都有 对不对 大家就睡翻了 你们现在对一张床 讨论那么久 你们到底要不要来一段 观众很期待 被发现拖鞋拖太久了 这是我要送给观众的礼物 你们今天要来的时候 你们都不知道 要做这一段 观众呢想要整观众 都想要十大雅含的防晒粉底乳 他们想要拿礼物 好辣 我是演员啦 没有什么好推脱 对 演员说演就演 是没错 说实在 你是不是不想 我是想 那我想讲一下 不要讲 夏文跟婷婷在我们戏中 都没有床戏喔 今天是首播欸 原来是要说这个 对 你是po给倩文的吧 倩文刚刚是不是有包很包给你 我刚刚今天拿很大的 圣诞的鱼给唱歌 这是一定要说 所以今天是我也男的吗 我也男的 其实我们是要 照顾观众朋友 照顾我们的好朋友 对 你要演男的也可以啊 所以千文你就牺牲一下啦 没问题 好 来 上床 那你们先简单来一段好了 好 你们先简单躺在床上 那你可不可以 你打戏 好好 你可不可以指定一个剧情 OK 你们先上床 先上床 好 没有过节先上床就对 好 然后这一段呢 这一段呢 这一段戏 好 你这样也可以 好 你这一段戏就是小女生在跟老公 在说她 说你今天好开心喔 遇到一个你的同学男生 然后就老公吃醋 对 那老公吃醋了之后呢 可是因为老婆太可爱了 老婆却运用了她的智慧 她为了要消消你火气 她就亲了一下你的额头 说老公不要生气嘛 然后这时候就挑起了老公的欲望 结果 接下来就自己发挥 好 为什么要拿着礼物呢 因为上面有麦啦 我怕观众朋友听不到我讲话 所以形容许我这样讲话 好 那我要开始咯 老公你知道吗 我今天啊 就是在逛街的时候 遇到我以前国中的初恋 我觉得她还是就是都没有什么点 看起来还是一样蛮迷人 因为那时候她在我们学校 就算是校草级的人物 尖康啊 卡卡卡卡卡 你说老公 你跟老公讲话会这样吗 你应该会靠在老公身边 对嘛 老公会这么震惊为座吗 我强烈的怀疑 在床上的戏 就不能这么震惊为座吗 好 我强烈的怀疑 你是不是有包红包给燦哥 没错 我刚刚已经大礼送给燦哥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有限的 老公 我跟你讲 我今天去放级的时候 就遇到以前国中的同学啊 他是以前我们国中的校草 我今天看到他 他还是一样没变 还是一样好帅喔 就看到他过得很好 就毕竟是自己的同学嘛 也觉得很替他开心 那你就跟他说就好啦 哎呦 我跟你讲啊 虽然他很帅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你说 因为我觉得 他不会像你一样这么体贴 这么善解人意 而且我觉得嫁给他 跟他在一起 绝对不会像跟你在一起一样 这么的送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实在太有眼光了 哇 快点 你现在要觉得我很可爱 你好可爱喔 我们要床洞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有点忙 不好意思 没有啦 通常这个时候 镜头应该就要攀到旁边的 可能那个 对 就要攀上去 或者是 那盏台灯啊 那盏台灯啊 还是什么的 请问这 我现在整身哭哭 怎么会这样 今天明明很冷啊 对啊 这样可以的吗 我觉得千涵演得实在太好了 陈千文 你今天这一场戏不及格 真的吗 因为现在太尖了你 我要求再来一次 因为今天 当然可以啦 可是今天的时间是有限的 有限的 对 我们只有都来一个小时 我们不要再浪费在这个床上 我们赶快滚 太过分了 所以 基本上床戏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你要演出很甜蜜 甚至可能要 要滚床 很难 你自己有麦啊 而且其实就是 那种已经很要好感情 已经很好很熟的 对你可能会 你这样面对面的时候 就会 就会一点 就会这样 想发酵的感觉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还是 需要有 你自己认出我去 需要有一定的演技考验 对啊 才能做得到 没错 好 那我们重新看完了 迷路把你的里面 好重喔 我不想帮你的 好 这我可以了 好 好 好 刚刚这么欢乐的时光过了 现在要带大家 参观一下 因为我们戏里面 也会常常有一些 比较沉重 比较悲伤的戏 对不对 对 不一样的场景 就有不一样的布景 这个 一定要去医院 其实 我们是 今天明明是圣诞节 你叫我们介绍医院 没有 我们医院也可以有 圣诞的气氛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 在医院里面 可能刚生产完 他没有办法到外面 全是圣诞大战 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医院 医院看一下 也刚刚感受到 温馨的圣诞气氛 对 看一下摄影棚 你们的医院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多走 那因为 这个是病房 病房 我们就不躺上去做西方 因为通常呢 其实我们蛮爱躺的 为什么 因为躺一次都会有红包 这是一个习俗 对不对 我们只要躺到病床 或是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戏 我们就会有红包 要取一些不好的 晦气 对 但是通常红包 我们也不会说真的 去买什么东西 我们的做法通常是 走到便衣商店 然后把那个 捐掉 对 真的不要让大家 觉得我们很贪财 我从来都没捐过 所以蔡明哥你 我就 因为捐说要把它花掉 你就是买珍珠奶 你一定要花掉 你把它捐掉 其实那个根本又不一样 你不是等于把晦气 传给别人吗 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爱心的转换 对不对 我们想说淘进去 其实会有一个转换 好的 真的是 我觉得厚心可危 我一定要好好跟你学习 你为什么要想我们来看一个 不要 好啦 好 那 那场景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 大家看到这个 跟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 好 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去看 下个场景go 这是谁家 这是谁家啊 树梵的家啊 真的很素 对 蛮素的哦 你找现在老公吗 等一下哦 找你的 喂 谁啊 昊哥 你说谁啊 昊哥 你当初我生太老公是来送现金的 我是来送礼物的耶 你不说投五十万 啊 好 是呀 好 对 对 对不起 我觉得我好像在演一个 还是什么 老婆 你就是昊哥 对啊 真的吗 昊哥又回来了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人家昊哥他是一个很正义凛然的人 对 非常有魅力 多学学你 是我一定会多学习的啊 他也很有魅力啊 妹妹的妹 啊 软角啊 大家有没有 觉得这个场景非常严重 有没有观众看出来 这是哪儿 是谁家呢 明明刚才就说是树梵 因为我们都说非常素 我刚刚可能不在现场 他刚忙接电话啦 他不但会迷路 耳朵有时候还会听不太清楚 好啦好啦 那我们赶快走吧 因为我们好丢脸 不不不等一下 既然来到摄影棚 我们绝对不能够 只是让大家看看而已 我们应该要来看看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柜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 看不出来对不对 好 我现在要变魔术了 他们是乖起来的 对不对 对 我手竟然穿过玻璃 你看圣诞老公多厉害啊 太厉害了 好 好我教你 你直接把手伸进去就好了 我肚子好痛 我也可以 这个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个都没有玻璃 一般有时候也会用压克力 对 所以观众其实有时候在看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发现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用玻璃啊 不是因为我们要省钱 是因为呢 是因为没钱 反光 没钱 对 会看到一些机器 或者是一些工作人员啦 因为在拍这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摄影机就在对面拍 那如果有镜子的话 它就会反光 会看到摄影机 就会 穿帮啦 对不对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房间 我们进去房间看看好不好 好 走走走 我们进去看看房间 这里面有东西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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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原来 有没有看到这墙壁在晃啊 你看吧 我刚刚就有提醒过大家 大家小心 不能乱触碰 不能乱依靠 因为他们都只是 一片薄薄的景片 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看到就是 前面可能看到客厅 然后有看到门 要进房间 但是基本上因为空间 不够 所以就没有搭房间 对 但是一般就是房间 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搭出来 另外一个区块 对 我们明是 正式领口的电视台 将要成立了 对 所以我们即将会有新的摄影棚 到时候 就可以有更好的场景 更漂亮的画面 对 更美的画面 一起分享 对 走 那我们现在出房间吗 出房间吗 出摄影棚 是出摄影棚啊 摄影棚也参观的差不多 我发现我们很爱 可能会到房间 都是你啊 你带路 对房间有特别的 房间比较温暖 好 今天圣诞节 去哪里走一走啊 带大家到处走走啊 现在行程结束后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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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走出去是哪里呢 跟我们来就知道啦 好 感觉是要带大家去吃东西啊 吃完 走啊 干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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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没有很开心啊 其实我常常在摄影棚里面迷路 因为太大了 真的会迷路耶 我们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这边可以看吗 对不起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先到主要的场景 反正就是道具间 对 这边是道具间 对 好的 现在要走出去了 对 我们现在要走出 摄影棚这边 这个区块 因为摄影棚也不止 就是场景的地方 要参观啊 还有别的地方 可以参观哟 还有更精彩的 要带大家参观喔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因为其实呢 刚刚前来有说 他会在那个 摄影棚里面迷路 是真的 因为每天的景 都会搭的不太一样 所以 有时候你隔壁是 咖啡厅 然后隔壁是 谁谁家 下一场咖啡厅 然后整个走错 对我走错 老公公 我看到一个 他叫我老公 对我刚刚 听他叫老公 正当老公公 因为不想要讲那么多 觉得叫老公公 我比较亲切 好啦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 仿佛是一个蛮劲爆的 留言板 这个真的是 啊 而且每个人都蛮高的 可以写得到耶 好高 你快点解释这是什么 这个呢 当时我并不在啦 那就是 我们之前一档 风水世家 然后我们的 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在当时 所写下来的一个 一些心声 那这个心声呢 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 这个要晃跨一点 因为这种心声恐怕不 不宜给长官跟大家看得太清楚 因为它是一个 发泄的一个管道 然后还有 有些人会留一些很可爱的语言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消除疲劳 现在最重要的 这个 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还是要赶快进去看看 到底是有谁在化妆间 我们要去看看 他们有什么心声比较重要 来快 快 所以就是我们的化妆间 还有休息的地方 我们呢 都在这边 休息化妆 看剧本 所以现在我们要带大家来参观 演员们的素颜 太棒了 我们就要大公开了今天 赚到了 开玩笑 我们在乱闹 对啊 我这个礼物真的捧得有点重 对不对 我们要送给送人 对啊 既然今天有圣诞老公公 就代表说 圣诞老公公带着礼物 要来发送给大家 对 那要怎么得到这个礼物咧 怎么得到呢 老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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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 回来啊 对不起 老公公被 怎么回事 被扮住了 被扮住 真的被扮住了 他才是我的老公 他是你的老公公 他是圣诞节 圣诞老公公啦 他是我的老公公 他不是 他不是 不是 我抢人大战 老公公公 原来 来 你别跑啊 来 来 我们输赢配 你就当我们的第一个 来宾 来宾 什么 你知道第一个来宾有什么好处吗 什么好处 我还是在这 更好耶 圣诞老公公 献稳一个 好 赶快 好棒的圣诞节目 真的 好谢谢 我感覺到旁邊有一個殺氣 殺氣 有嗎 在哪裡 還有一道藍色的人魚 什麼 而且非常的高大 不會 我們現在 不要和惡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的 他會殺進來 沒有 他怎麼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越來越近 是藍衣大男孩 我們越來越近 沒關係 我會保護你 你會保護我 我們越來越近 我 你要說什麼 你又要說什麼 他果然對我們很生氣 因為把我們全部擋住 對啊 對啊 現在把我拿在哪裡 我覺得真的一團亂 對 不過今天來 就是要來送禮物了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我旁的有點重 好 那看我我幫你 好 要給他們 來 有禮物了 但是我們先發禮物 再來聊一下 我拿著才有安全感 要先隨便問一個問題 先隨便問一個問題 如果直接抽的話 就是太好 太簡易得獎了 好 來 你先發問好了 女生問女生 男生問男生 好 請問你愛我嗎 我當然愛 太誇張了 這題目 謝謝全部 這等於送分 只能抽一個 請抽籤 好 抽籤 幾號呢 這是9號 9號 請問9號在哪裡 你可以幫我招招嗎 9號 9號 我們禮物真的非常多耶 你看 來 我先把它拿起來 這個 你不要有失望的表情 因為我跟你講 以我交換禮物的經驗 我覺得 越大的禮物不一定越好 越小的禮物 也沒有到我哪個禮號 這裡還是經濟 我感覺好像是劍指鑽線 搞不好是 水晶碎鑽 對啊 所以現在猜嗎還是 可以啊 我現在還是不要 不要 夢想破滅 對 那這樣子馬丁也要抽一個禮物 快點 來 微微愛你啦 不 不可以這樣扣掉禮物了 不能跟我一樣的問題 那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錄的劇名是什麼 是不是 Gate's 恭喜答對了 好 請抽籤 好 抽籤 哪一個比較好 我哪隻啊 捨一捨一捨 第三個比較好 對 我們全部都拿 好 我們看 十五 十五 請找找十五號在哪兒 十五號 十五號的禮物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個很好耶 我超想要的 十五號呢 我的乳酸菌便利包 高鈣喔 你最近吃東西都不定時 我最近咖啡喝菜都要高鈣 對 這個就在我的麥克上 是我的麥克上 所以麥克也一起創我的 沒有 沒有 今天 好 那這是你抽到的禮物 恭喜你 十九嗎 然後得到禮物之後 要清三大火龍公一下 好 那剛剛 剛剛會贏怎麼沒有清 我覺得這應該是壯陽指 沒有了 要拆開來看看嗎 好 這個東西看起來比較不會 我覺得還會不會 我覺得還會不會 對啊 對啊 我們還有那麼多禮物 對啊 所以你們動作要快一點 這個好像不能一口喝掉吧 這是 這是什麼 濃烈皮膚液 這個不錯 我的皮膚又那麼乾 對啊 這個很不錯 這個很適合我 很好 既然你們得到了聖誕老公 帶來的禮物 那是不是要給各位觀眾朋友 有一個聖誕節跟新年的祝福 新年的祝福 新年的祝福 對啊 因為2016年就到了 就到了 好快 我先 對 哇 不知道 你也不可以講 新年快樂 也是OK 對啊 新年快樂怎麼說 好 這是日年快樂的意思 這是日年快樂 對 然後當然也是要祝大家一個人 很新年的快樂 好 我們的慧如 美女的店長 不可以啊 不這樣也不久了 你是變成泰國人 越南 請問是剛剛是在講越南話嗎 我講的是真的啊 真的喔 那意思是 我聽得懂祝福話 我翻譯一下 他說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對不對 對 新年新希望希望大家都可以實現 恭喜 對嗎 你下次看這次哪一國的語言交往 對 我覺得很好聽 超級好聽 美女說話都好聽對不對 謝謝 大家都好會說話喔 那其實我們現在介紹這一隊 我剛剛還有看到一隊耶 很甜蜜 大號迷路 是把他們拉過來 好 大號迷路 琪琪姐 大姐 琪姐 她在吃麵啊 是我們的柳方豬 柳方豬啊 柳方豬 柳方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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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吃 那你覺得吃麵重要還是得到禮物重要 對啊 我們今天送聖誕禮耶 那吃麵啊 我們裡面有吃的耶 先暫時借一下時間 好 那個我們現在呢 我們第一波的演員就是我們的 慧如跟馬丁就是要進棚了 要跟大家說再見一下 馬丁先說再見 我們先去加油一下 我們先去為嫁妝拍攝 然後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拜拜 親愛拍攝 你現在發點劍 發點劍 發點劍 現在錄影了 彩色好多喔 真的 大家好 大家加油 加油 好了方姿女生 要吃完了嗎 要吃的美美的 怎麼了 我們的白家琪琪琪琪姐 我們來送禮啦 好 但是呢想要抽禮物之前 你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 請問 就由我們的聖誕老公公來問 老公公請問 老公公請問 我要問說你愛我嗎 不行 你問過的問題不能再重複 不能重複 我不能重複 對 那你愛王燦嗎 不要拒絕回答 拒絕回答 你聽 你聽了三秒 四秒 五秒 六秒 他們兩個在吵我 我當然愛王正義啊 王正義馬上幫你收到過來啊 這邊 會啊 說到 大家好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對啊 他現在失憶了 你又是慧如嗎 不要 真的是失憶啊 舒凡 什麼時候會變舒凡 我還是舒凡啊 你是拉丁 所以我也算是回答你的問題啦 對 因為我不愛你 我愛我的好哥們 那我是不是可以抽禮物了 好啦 你們到底想要等到你 對啊 好 先看一下禮物有什麼 沒有 你還沒有回答問題 你還沒有回答問題 你是下一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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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幾號咧 這給你 沒有辦法 我們不喜歡 反面 來 誰可以解籤 六號 六號 誰可以解籤 六號 六號 你們可以自己找 我去把它 拿出來 六號 我們禮物真的很多 你看 這是要送你給大家 六號明明就在這 在這 在這 看起來好可愛 這個老公讓溫暖 現在要從 我猜猜 泡澡粉 哇 好夢幻的感覺 是不是 什麼 好 因為呢 你們很貼心的送我聖誕禮物 所以我要在這裡 祝福大家 聖誕快樂 平安健康又幸福 還有咧還有咧 因為2016年即將到來啦 所以你有什麼新年的祝福咧 當然是祝大家新的一年啊 一定要 身體健康 對 因為今年我覺得發生很多事情 讓我非常有感觸 所以我覺得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對 那身體健康大家才快快樂樂 然後全家人聚在一起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好 那我可以猜禮物了嗎 這麼突然覺得 趕快猜 很感動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人頭在這邊真的很重 有人已經迫不及待 也想要抽禮物了 好 好 在猜的同時當中來 我們讓我們另外一個男主角 我們還要問一下 對 先問問題 先問個問題 對 不是耶 掛糖乳酸菌 耶 對身體健康喔 咕嚕咕嚕 你剛才面吃太多了 讓你消化一下 對 剛剛好耶 好 換你 來 王振英 要問他什麼 換你問 我來想想 我想到了 就是很久之前 健福哥有出過一個 令人眼睛 就是看了眼睛冒愛心的寫真集 那如果現在要你馬上再拍寫真集 你有這個把握嗎 等一下 我以為你要他現場脫耶 等一下 我怕我在這邊他不好意思回答你 因為我差不多也要進棚 不好意思 這邊有個Cue 所以我就先進棚 已經有人在Cue了 所以我就先進棚了 所以我就先進棚了 大家再見 王振英好自回家 加油 看你的問題沒有那麼好搞 趕快進去 你別想逃了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 我不瞞您說 這是個秘密 怎麼好 你該不會真的 你要我現在脫 我沒有 脫 你要脫啊 脫 脫 但其實 其實我沒有那麼壞心啊 我覺得這個攝影師很眼熟 攝影師 哪裡眼熟啊 你哪裡見過他 該不會就是幫您拍寫真集的那位攝影師 是啊 對啊 他是 戲本節目的幕後推手啊 對啊 然後呢 沒有啦 好啦 我跟妳講 欸不要 不要想說這樣 對啊你幹嘛要轉移話題啊 我會轉移話題 我跟你講 我遲早是要脫的 我肯定一定會脫 但現在我不會脫 因為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喔 那你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那邊是1塊還是6塊嗎 1 2 3 4 應該8塊吧 6 我肯定不值 6塊 讚 大家拭目以待囉 好啦 來來來來 就這邊 欸我很認真在數耶 我真的一直在 就是他現在腦海中 浮現著他這邊的畫面 對 誰負責幫我解籤呢 14號 我剛剛有印象14號好像是在我這邊 真的 在妳那裡 有點小 但搞不好是個好東西喔 好 我現在可以猜嗎 行啊當然可以囉 嗯 嗯 在猜的過程當中呢 欸 我們要還有這麼多禮物要送 對啊 欸 建復你今天睡幾個小時 好 跳過 那 我現在都不敢想 他已經 他已經累到 累到無法計算了 喔 喔 喔 我知道 這個是 Makeup removing Lotion 哇 這是一個 卸妝 可以講嗎 可以 完美卸妝精華 你卸妝之後呢 就要好好擦一下Lotion 這樣 很棒很棒 你應該用得到 很棒耶 好 太棒了 好啦那 還有Cue 抽完記得 請建復多聊一點 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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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板子拿進來就好啦 OK 來 請建復多聊 抽完喔 你一定要記得喔 第二步驟 請建復多聊 聖誠誠誕 聖誕 新年祝福 新年祝福 好了 我唱一首給大家聽一下 好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这明明是我们待会要唱的 对啊 我以为只要唱就好了 那你刚刚讲到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那你要讲什么 祝福送给观众朋友 我祝福所有的好同学们的学业进步 所有生意的朋友们的生意兴隆 那很多在职场上的朋友们都能够升官发财 然后有亲人一定要忠诚眷属 最重要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生理健康心想事成万十亿 谢谢 谢谢我们帅气的建復哥 祝你早日找回你的记忆 现在就是心意中 谢谢你 晏沛 你今天有几场戏啊 那个 赞铁哥啊 天啊 别闹啦 我发现我开始在发 开始在发了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我一直要 我一直要用前辈的关系 唱歌这好行动是德高望重啊 我不知道在哪一年 一直被你们叫唱歌叫到都老 连那个我的长辈都叫我赞歌 哈哈哈 从现在开始叫你王小赞 对 我刚刚用我的余光看到一个 就是询问度很高的助理 哦 他走路有风 别跑 把他拦住 对啊 对啊 对不起 他赶快给我东西 我要进跑 对不起 其实呢 我们的幕后功臣很多 很辛苦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呢 就有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 对但他现在在位置上 我们来去把他抓过来 好 大号迷路 请去把我们的首席化妆师抓过来 如果没有他 他在哪里呢 就不会看到我们帅帅美美 对 所以等一下 所以那我现在是 你可以这边请 请离开 好 我先离开 好 谢谢见幕了 恭喜啊 不好意思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我们的辣妹驾到 我们弦 耶 他是我们的弦弹超人 对 弦弹超人 弦弹超人 弦弹超人又说 弦弹超人 弦超人 弦超人 大家都只有他说就是 电视机里面的演员 但是都没有看过 辛苦的工作人员 没错 大家帅要美的都要靠他将双手 对不对 在这样子的圣诞节里面有礼物 当然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 你不用想说上镜头自己要画 对 自己先补个妆 雅慧你姓什么 好 对 我帮她回应 对 你干嘛这样子呢 内狐林小姐 内狐林小姐吗 内狐秋小姐 内狐晨小姐 内狐晨小姐 这是让她答题 你来送禮物的 好 留一点要给人家 好 我们要再问哪一点啊 对不对 我们就叫她化妆师姐姐 化妆师姐姐 好 我们现在要想问题 让她问 然后让她打 然后要拿禮物对不对 臭禮物 那千函你快点 我来问好了 对 我一直很想要问 你不要问我 谁皮肤最烂 不不不不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棒喔 化妆师姐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是陈前文 你叫我皮肤多烂啊 没有 你画过这么多艺人 你觉得你最喜欢画谁 我最喜欢画参考 答对啦 答对啦 是不是因为在余政本 不需要怎么画就好了 对 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你们讲话太冠冕堂皇了 不会啊 我的皮肤真的没那么好 可是她画我为什么好画呢 因为我就很学变 什么画都好 是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这么近距离的看参哥 她脸上是没有妆的 对 但是还蛮多油的啦 不会 那皮肤光泽是不是 是不是 天生丽质 对啊 其实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画妆师 多说点话 对啊 多说点话 好了 祝福一下我们观众朋友 那个圣诞节还有新年 好不好 好 祝各位观众朋友 好 新年快乐 好 就这样子啊 就这样子啊 好啦 她抽礼物嘛 好 赶快抽礼物 抽礼物 得到礼物才是重点 对 到底是抽到哪一个礼物 5号 在我这 嗯 才怪 5号呢 5号在哪 好 这个礼物 欸 这一个 好 我一点重量喔 很沉喔 会不会是今天的大礼呢 最大的礼 好 要不要拆开来看看 你要拆礼物吗 好 要拆 你这样拆会不会太秀气不像你啊 保留 保留一点 其实雅慧呢 她虽然是我们化妆师 其实她也是身兼过我们的副导演 还有场季 对 而且啊 在这寒冷的冬天里面 大家常常要喝一些汤 吃一些面 对 我们的化妆师姐姐 都会下煮给我们吃喔 哇 做弄什么 就是 这是什么 乳液耶 精华 奢华精脂乳液 哇 太好了 你不用把这样子给忘了 她这样化妆师可以 扶到我们脸上 对 让你化妆师最后看起来 还是像现在一样 25岁 我们这样化妆师25岁 耶 辣妹对不对 也祝你的天天呢 都很开心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很重要的工程啊 对 对 因为化完妆之后呢 大家就是要 用头发 对 法的部分啦 现在还像眼睛正在吹头发 对对 是谁在吹头发呢 怎么还是这一位啊 你现在看到失忆的那一位 失忆的 失忆的 失忆的正一个正在吹头发 现在是这个 对不起 请叫我失忆的 失忆的 你印象也没有失我看一下 没有 你最近更帅了 对啊 越来越帅了 请坐 我们现在要访问的呢 是我们的 这位蓝色衣服的姐姐 对 Judy姐姐 我们的发型师 你要访问她可以 太多 大家专心的帮我这个 好 那发型师姐姐麻烦就是你 嘴巴动的同时 手也要跟着动哦 嗯 好的 好 那先问个问题好了 好 我问吗 对啊 因为刚刚我们都问过了 我觉得这问题蛮难问的 哪个问题 你已经有设想好的问题吗 你怎么不能说你最喜欢输谁的头 不行 就要反过来问 反过来问吗 你觉得 好我知道了 你觉得 这样好吗 什么意思啊 拿个礼物有那么容易的吗 但这样子好吗 我偷偷跟她讲好 输谁的头最久 这样好吗 嗯 你就说谁比较难搞就好了 对不对 假装我不在 假装我不在 我退出 我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 好你说 你觉得谁最难搞 哇 哇 哇 这个会上新闻欸 这个很不好 这个很难推到 谁呢 头发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处理 好的 我们的髮型师姐姐非常有智慧 就是现在智慧 她有多会讲过 是话千涵啊 怎么可能 可是我记得她告诉我 说陈千文也是蛮难搞的 对对对 因为我头发比较 需要 都是因为你头发太薄啦 她说还有一个 她说这个也很难搞 她说就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她看她自己还要搓两下 对 还要装没事 人家帮你弄头发里面乱动干嘛 你看这个 你看根本就是你自己最难搞嘛 对啊 对啊 没有其实基本上 Judy是要传达的 讯息是说我们每个艺人啊 都很难搞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髮型呢 每个人头型有时候不一样 不一样 髮质不一样 法流不一样 像我的话她帮我弄好之后 我跑去厕所 我都会在那边 我都不敢给她知道 自己说出来 没有我们Judy姐也是非常用心 在用每个人的头发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会花了非常多时间 对 呈现给观众朋友 好的画面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每个演员也都会非常在乎 自己的妆容跟发型 为了也就是想要让观众看我们看的顺眼 赏心悦目 我是觉得很难以接受的 就是说 她可以把大家的发型弄得这么OK 可是你看看她的发型 你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她存在没有 şekilde 对啊 她也是非常有型的 这个应该是进厨房的发型 对不对 这是进厨房 摸 arrivé 好的 医窄 就知是个好太太 可以抽礼物了 來 我們現在趕快可以抽個禮物 好折磨喔 好好喔 抽快一點喔 有人難搞喔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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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Over Here 在這邊 哇 不小喔 大家一直很想抽到的放心禮盒 對啊 你自己猜喔 我們先 那我們先走了 掰掰 謝謝 你不想猜也沒有關係 想猜嗎 對啊 趕快喔 我們時間有限 那要不要順便講一下對觀眾朋友的祝福的話 新年到了還有我們的聖誕節 聖誕節的祝福跟新的一年 對 邊猜我幫你猜你說 有什麼祝福要送給觀眾朋友 你來說我幫你猜 2016年的民視的演員工作人員都一路發發發 Yeah 民視第一發發發 請收看我們的特別節目喔 真的大家要期待一下喔 對對對 哇 讓我美白耶 你看我好黑喔 真的是 但是真的很需要美白 保濕啦對不對 對 一看就這樣是 看我們會變成一個美少女 沒有 我們就可以覺得 一天不能面膜一面弄頭髮 對 所以真的是要謝謝你 這樣子這麼辛苦 辛苦啦 謝謝你 就是2016年 還有跟你們有緣再相見喔 一定 一定的 絕對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找另外一個 我們這一檔的戲客人還滿小的 我們的服裝搭配啊 對啊 看一下他在哪邊喔 畫完妝 梳完頭髮 要濁妝了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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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服裝在外 好 可以啊 真的無法阻止你 真的啊 在這裡抓到了 快點 耶 哇 好幸福喔 好幸福喔 超幸福的 天啊 這是誰 這個不能讓他跑掉 這是我們的 這是小人 耶 耶 等一下 我覺得呢 他已經可以不用抽禮物了 因為被你欣賞爆就是最棒的禮物 是嗎 對啊 不是 你不要操了 你已經得到大禮了 對不對 對 不行 沒有啦 這位呢 就是幫我們搭配補妝的 小小小小小如 對 他超級嬌小很可愛 對 他非常細心的幫我們搭配每一場 需要穿的衣服喔 對不對 而且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貼心喔 每次我們穿高跟鞋啊 腳很痛的時候 他都會拿拖鞋進來給我們換 So sweet 對 所以今天這樣 只要哭了 只要哭了 這不是舞力全開喔 你沒有跳舞不用哭喔 真的耶 他眼光泛 泛累了耶 其實是想打他氣 一樣也太累了啦 好感性的人喔 對啊 我據說每一檔的戲其實 演員那麼多那個服裝怎麼辦呢 你要怎麼整理呢 對啊 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去看一下 對 要看一下嗎 因為每個角色的性格啊 要穿著的衣服都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帶大家 服裝師可是為了我們的穿搭 傷透了腦筋呢 就在這裡 請來為我們開個服裝間的燈 他啟了 啟開燈 喔已經開了 哇你們好多好多好多 大家可以來看喔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這邊拿 搞什麼 搞漏啊 走過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你真的垂心更難過 來看一下這邊是誰的衣服呢 可以去耶 全部啾啾啾啾 讓你穿去吃喜酒 天啊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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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百一百一百 好不好 我們的服裝師真的非常非常的細心 你看每一位演員每一個角色 他都會幫我們分類 掛得好好好 然後每次我們要上戲之前 他都會幫我們重新整理衣服 重新燙過一遍喔 欸這邊就是挺根的衣服 我看到穿的 欸等一下大家會翻到不該翻的東西 我們就想要看不該看的啊 你們還有喔 好開心喔 這誰的鞋子啊 亂放 其實喔這次都是自己的鞋子 然後要放好 然後再穿戲上的鞋 不知道這是誰的鞋子 這寶貝 他那一次瞬間 欸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盃啊 這個就聖杯 聖杯 好 聖杯 你可以幫我們規劃好各個的 每個人的服裝在哪裡 然後會不會亂掉喔 真希望 真希望這個鞋子的主人 沒有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 裡面還有喔 你們還有耶 對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啦 對 而且你看這邊下面啊 還有一個特別的特別座 為什麼會有這個特別座呢 這也是我們的 休息秘密小基地 對 當你累的時候呢 就可以在那邊小氣一下 對啊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反正就是大家的 戲服 鞋子 包包 手勢配件 都在 都在這邊 所以說大家累的時候 在那邊睡覺 然後 曾經我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在裡面換衣服的時候 不小心放了一個屁 結果一轉頭發現 原來裡面有人 有人睡在這裡嗎 所以真的很尷尬 好尷尬 走 今天有重量級的人物 進棚了 我們趕快去找他 趕快送禮 送禮 欸 現在我們有一位大科級的人物 在此 我們趕快去攔截他 我們要到對岸去 對岸去 對岸 對岸 對岸有一段路 欸 攝影大哥 小心走喔 小心小心小心 他通常一進棚 都很認真在看劇本 他不知道我們要來 我們要給他一個 驚喜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沒有啦 今天是聖誕老公公 要來送禮物 送禮物 可是在這之前 橫哥要先回答我們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可以抽禮物 對 那要回答問題 我看算了就這樣子 啊 很簡單啦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對 對啊 那由燦哥來問好了 由我來問好 對 我發現 問題不能太簡單喔 太簡單我就不回答 要就難一點 要就難一點 那交給你了 那你放心好了 我這個絕對是 非常非常難的 橫哥你現在體重多少 現在體重我告訴你 現在差不多70都75左右 一看就是騙人了嘛 對啊你應該沒有70吧 對啊 還不到70你講的對了 差不多65而已 我猜對了 所以禮物是我的 沒有啦 你就問這個 你來怎麼問 當然不是要問這個啦 對啊 其實我很想要問橫哥 對 嗯 橫哥你想不想拿個金鐘獎 當然啦 當然金鐘獎是有拿過 當然還希望再拿 對 再拿一次 那這個 除了這個 你想把名字誰幹掉 天啊 好難的問題喔 非常難 你這個話講的真的是 千聞就會擔心啊 為什麼會擔心啊 橫哥你剛剛自己有說 太簡單問題不能問啊 沒有沒有 沒有說要幹掉任何人 我不要被幹掉就好了 所以其實橫哥 誰幹得掉你 大家能夠共襄盛舉啊 這個齊心 齊心願 大家能夠合作 對 你說那個 至於說這個 有沒有什麼比較性 說實在 人跟人之間一定要有比較 沒有比較的話 怎麼 怎麼進步 對 高下怎麼進步 對 對不對喔 所以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橫哥他真的是我們的前輩 不要是前 你這樣講前輩就嚴重 前胸貼後輩 沒有在戲裡面他非常照顧我們 而且有些細的節奏 然後戲的演法他會跟建議 對 真的要非常感謝你 而且阿公菜主的麵非常好吃喔 好好吃喔 欸你們兩位很久沒到麵攤啊 對啊 改天再去光顧一下 改天你也可以來啊 我不用覺得我現在是一個靈魂 不行啊 不太適合去那邊 我們可以進圍儀啊對不對 我們可以進圍儀啊對不對 然後就回到 我們帶那個浩哥的骨尾一起去麵包 不要這樣子 讓來 與我們同在 對 我們要把禮物送到你們手上 因為你們都很辛苦 跟我們大家一起過耶誕節 好啦 那趕快給赫哥抽籤 抽禮物了 我有事先走了 禮物還沒有拿 禮物還沒有拿 感覺你好像不太卸我們的禮物 不要怕 我們不要怕 這真的是真的禮物 不是整人的 真的 真的不是整人的 不是整人的 為什麼在那邊尖叫聲那麼多 我以為都會找不出來 不是因為我們剛剛拉工作人員來 然後他們都不太想要上鏡頭 對 他們會害怕 當然會害怕 會覺得很陌生 我一聽到這個 我本來要過去那邊放袋子 看到那邊這樣 我趕快走過來那邊躲 這真的是禮物 你快點抽一個嘛 我們真心成一個準備都要送給你了 真的 對 來來看這樣哪個禮物 幾號呢 幾號幾號 十一號 十一號 我有印象十一號 你為什麼每次都印象十一號 因為他那邊最多 這邊十一號 十一號 這個剛剛事成相似 這個事成相似 對 你要不要把它 要拆開嗎 拆開啊 絕對不會是炸彈 現在現在就要拆開 對 這感覺起來像個泡 其實今天準備的禮物都是 實用性之多 對 你說實用性之多 那剛剛他們在尖叫什麼 是因為拿到禮物開心還是 這是因為看到我們太開心 對 聖誕節嗎 這一定要開嗎 可以開啊 觀眾一定很想知道 一定要開就是 沒 因為今天聖誕節 許多人都在家裡團圓 或者是出去外面吃聖誕節大餐 可是因為我們還在繼續工作 這個徐亨大哥 他的價值真的很多 請大家多多包含 又不是這麼多價值 就演不出那麼好的戲了 對 這個真的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擋在你前面好了 這真的沒有問題 你擋在我前面是炸到我 你不知道 好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製作單位幫我們 精英製作的 送的是什麼樣 蠟燭 有點像蠟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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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形狀 對 類似囉 隨身攜帶 尤其現在冬天有沒有 皮膚乾的時候 這外面是乳液 裡面不是太乾焦嗎 裡面是醬糊白焦來著 裡面是炸醬 可以弄在裡面 沒有啦 真的 年輕人你的動作實在好慢 不是 我是怕 萬一我會猜得慢是有原因的 喔 鏡頭可以留久一點 沒有 好像我們這小節目 好像時間有點有限 哇 這個是要送給我的精華液 對 恭喜你抽到的精華液 對 卸妝精華 剛好卸妝 對 這個是贊助的 對對對 所以如果說你不想回家的時候 然後還有妝 你就可以現場謝謝 然後做的事情 對 對 看來謝謝 那亨哥 因為我們的過年跟聖誕節 已經到了 那是不是跟觀眾朋友說聲祝福的話 對 那一定要說個祝福的話 絕對是有的 那個 但我先上個妝吧 我把妝 我沒有時間了 鏡頭請七分身就好 不要太特形 對對對 這個實在是忽然那麼滿頭的汗 你看看 我幫你擦 我幫你擦 不曉得是因為燈光牆 還是因為太熱了 好 這個2015年即將 即將我們要圓滿的大功告成 而且呢現在有面臨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抉擇 這什麼抉擇呢 當然是 不用講也知道說我們現在在幹什麼 好 台灣現在正面臨了這個很大的一個抉擇 那麼當然呢 也希望在2015年 我們聖誕節12月25號的聖誕前夕呢 也就是我們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我祝不得 先生今天就是25號 今天就是25號 今天是25號聖誕節 今天是聖誕節 我們是先 你日子都已經過 你日子都已經過得不知道 對不起 因為我這個以為是 我以為是農曆年 今天是12月25號 在這裡祝大家那個聖誕呢 非常的非常的快樂 尤其是希望呢 台灣未來會更好 這個非常重要的 好 好 豆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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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同意表喔 韓哥 他要豆腐山 你給他心來優秀 好 你不要豆腐山 豆腐山 豆腐山 好啦 謝謝韓哥 希望一切都很好 好 我們台灣加油 TU台灣 Yeah 謝謝韓哥 讚 謝謝韓哥 趕快上庄 趕快上庄 不要敷衍太久 我們今天總共有五位演員 對 好 那現在 我們剛剛都介紹差不多了嘛 好 我們還是回到我們那個化妝間去 對 那邊比較關人比較多人 我今天很開心耶 送我們多大理 可是 今天你祝你自己拿回家了嗎 是不是 對 其實這是我們的目的故事 沒有啦 待會可能那個白板又會寫的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可能就是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待會還是會繼續 對回來 好 那個 因為剛才很多聲音 現在門口有一些滾輪的聲音 因為我們不只在攝影棚裡面拍攝 我們還要出外景啊 那外景還有外景另外的工作團隊 他們一樣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們現在好像有點在門口不敢進來 對 是嗎 大家都很害怕上鏡頭 那我們可以在外面看一下嗎 好啦 沒關係他們不想要上鏡頭 我們就不勉強他們 好 對 主要是跟大家說 不管是棚內還是外景的工作人 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啊 嗯 那在最後呢我們要送給大家一首歌啊 那就是 欸 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對他就是你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 他太愛唱歌了 他太愛唱歌了 對 忘記問問題了啦 剛剛開頭觀眾都在等這一刻 等著拿獎品 真的 對 好那 來 千涵你來問 老公公問啊 我們要問幾個問題啊 老公公是我們老大老大問 好 來啦再問一下 我們今天 來到攝影棚 看了那麼多人 看了那麼多的場景 今天 到底是在拍 民視哪部八點檔大戲呢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也知道 所以你現在要馬上上 鳳凰藝能的粉絲專頁按讚 讚讚喔 然後都會搶答嘛 大問題 對 自由始祖 我絕對不會告訴你說是假裝啊 我也不會告訴你是假裝 我也不會說是假裝啊 真的 好難喔 好啦 到時候 你終於可以唱 我們一起唱好不好 好 那各位觀眾朋友聖誕節快樂 新年快樂 Woo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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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Yeah 唱完囉 好棒 8點要收看我們的 民視第六韓 下週 拜拜 我有小調耶 來吹一個 你吹一個 mana 戰爭 beneficial 那個 各 感謝 感谢观看